另外就在总统拉贾·帕克萨出逃到马尔代夫的几个小时后 斯里兰卡总理府宣布全国进入无限期紧急状态 尽管宪法专家反驳颁布紧急状态是总统或代理总统的权限 而拉贾·帕克萨并没有正式辞职 因此总理没有权利发布这样的指令 但是国会议长较后出面说明 拉贾·帕克萨已经任命总理维克·辛玛拉 维克·拉玛辛哈代理总统 外媒下午报道 代理总统的身份宣布由于原任总统已经离开国境 因此政府必须落实紧急状态 并且在西部省份实施宵禁 以应对目前的紧张局势 但是这项宣布是否合法 受到当地宪法专家的质疑 另外抗议组织的领导人也警告 如果维克·拉玛辛哈今天之内还不辞去总理职位 示威者可能会攻占国会或其他政府大楼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